这是我们设计制作的飞行机器猫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猫和老鼠的这一集 小时候对于这一段 麦克罗机器猫捕捉鸡的画面印象特别深刻 我这一次就是要把麦克罗机器猫的飞行形态给设计制作出来 并且实现和动画片里一样的头弹轰炸功能 接下来开始建模画图 头就是一个标准的圆柄 然后加了两个猫耳朵 身体是一个比较大的椭圆 设计的难点在于如何还原外观的情况下还能飞行 前面两个脚设计成机翼 后面两个脚参考翼龙无人机设计成了V型尾翼 这既还原了外观又能避开机身乱流区域 飞行控制能力也有了保障 非常的完美 一部头弹功能也保留了下来 这就是麦克罗机器猫飞行形态的完整设计图 这就是大小砂的队纳 只是在开机身上也不够改善 三个月全只要早上 海參,三个星期设计 容易做到四个月 豆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穿越机用的电条 有名70% 基本上可以选停 接下来就是紧张刺激的试飞环节 为了避免手抛几位一次性报废 需要先进行车载模拟风动测试 这个速度很好 车载测试非常的稳定 一切正常 接下来就是最为危险的首次飞行测试 第一次试飞 在空中疯狂的蛇型机动 基本上无法控制 还好运气不错 成功的破件 它那个抚衍很不稳定 但是控制性的很好 增加配重进行第二次试飞 空中电机过载 最急直接分头行动 非常的还原动画场景 回工作室维修 连来第三次试飞 下转军火 够了 可以再玩一次 又到了紧张刺激的试飞环节 好 准备 走 哇 差一点 诶 有一点点头重 好 准备轰炸 来 莫卡努机器猫 准备实行地毯式轰炸 三 二 一 开 响是好响 关窗门 风阻有点大 它那个循环有70% 80% 你看这遥控器 好高的油门循环 不然就会掉高度 再来 再走个地空通船 飞进来还是有那个 动画片里的感觉 好慢啊 诶 就从侧面看 这样就有了 好 我先投个蛋 高空投蛋 好 三 二 一 投 现在横滚 哎呀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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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横滚完之后应该可以倒飞 哎 哦 哎 加速 雪油门 然后准备 三 二 一 哦 哎 哎呀 哎呀 好 可以准备降落 它大银角性能很好 你看 大银角 哎 对对对 就是这样 非常完美 一把卡住了秘密的咽喉 汤姆其实也有飞行模式 想看的把想看打在公屏上 我下期就给你们安排上 以上就是这一次麦克罗机系猫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支持 最大的动力 或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